7月19号下午,吴永威为她主持的影视节目《五姑娘真实时》录影 这次录影主要邀请了她有份主演的电影《江湖悲剧》中的影员当嘉宾 有台永林、陈小春及新人蔡杰等人 老朋友及同事相聚在一起,当然少不了打趣心笑一番 吴永威一见到台校长,当即鞠躬称为其大哥 问到校长觉得吴姑娘身材如何,吴姑娘文言自嘲是中年女生 校长云称对方年年23岁 哎呀,不要说了,中年女生了 没有了,她是,我是25,她是23岁 所以没话讲了,太厉害了 我入行的时候你已经见我了,当时我才21岁呢 但是昨天的事情 昨天,哎呀,哎呀,你是这么前卫的 你疯了,昨天我20岁,谢谢,谢谢 陈小春和蔡景此次前来既是嘉宾 同时又是为宣传新戏江湖悲剧而来 蔡杰坦言,由于五姑娘性格比较豪迈 所以合作起来很开心 我是第一次跟那个五姑娘合作 对,但是她非常,性格非常好,很豪迈 所以呢,合作起来非常开心 小春表示,在戏中饰演江湖大佬 吴永威饰演她的老婆 但在戏中都是五姑娘说了算 这次我是跟五姑娘是一对的 我是老大,她是大嫂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反过来 都是她拿主意,我是 好好好,你说你说算 那种的感觉跟那关系 在住房时 谭永林、吴永威两人也不忘宣传电影剧情 大谈在戏里面情调对方的趣事 我单挑去情调她的 好像舞蹈的 感觉是很浪漫,很perfection的那种的 灯光啊,所有的气氛 感觉 真的不一样 很难做的,真的很难做 一个镜头,对吧,一个镜头 夜镜的拍好几次 好了,不能说啦 所以我的名字是姓NG,姓舞 但是我不是NG,只有那么多次的 我要求咯 对对,但是真的很好看 所以必须要宣传多一点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